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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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快走 没事啊 宝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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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啊 癫痫症啊 这么严重的病 这慕子妈妈可真行 这么快就新建了一个群 群里没有老师 没有楠楠家长 他在征求大家意见 想让楠楠退学 为什么呀 癫痫又不传染 他是说幼儿园有责任 不应该隐瞒病情 还说下次怕发病的时候 吓坏其他孩子 给孩子留下心理应力 是啊 儿子怎么样 没吓着吧 怎么可能没吓着 今天被吓坏了 你别说儿子了 今天我都被吓坏了 可能是没什么心理预期 我也第一次遇见这个病 是挺可怕的 那你怎么想啊 我当然不同意 投这个赞成票 你说得对 凭什么逼人孩子退学 楠楠他爸爸在群里解释了 说孩子有这个病 是因为当时他妈 生他的时候难产 导致缺氧薪 脑损伤 俩人活下来也真是命大 他爸说这几年 一直都在治疗 也又好转了 这些年也没发过病 所以才让幼儿园老师保密 就是想给孩子一个 正常的教育环境 我看看 你看 你们这群里面 就没有人声援一下啊 原来那个群里 只有老师道歉 都没人说话 你看 这另外一个群里 发生的家长 都赞成楠楠家退学 太不讲道理了这 我去看看儿子啊 是谁不睡觉啊 我 妈妈 我害怕 我怕不怕 我怕不怕 妈妈在这儿陪你呢 你知道楠楠今天 为什么那样吗 因为楠楠生病了 就我发烧可受那样吗 不太一样 楠楠呢 她这个病比较特殊 因为楠楠有一个特异功能 就像你玩的奥特曼一样 她的脑袋里呢 有一根小电棒 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她们就触电了 然后就晕倒了 像今天那样子 她也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妈妈危险吗 对于宝宝来说不危险 因为楠楠不会伤害到你 但是对于楠楠来说 就特别危险 那楠楠下次要是再晕倒 宝宝愿意帮助她吗 愿意 因为她是 奥特曼 我是许子言的妈妈 我想代表我们全家表态 我们愿意楠楠留下来 我的孩子也愿意和她同班上课 颠弦只是一种神经性疾病 没有传染性 没有攻击性 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发病情形下哭 就剥夺另一个孩子 接受正常教育的资格 这种歧视观念 不应该从幼儿园时期 就植入到孩子们单纯的心灵 这比任何负面影响都消极 如果最终楠楠被强退 我们也不会把自己的孩子 交给这种育人理念的幼儿园 谢谢大家